2006年時,來台中國研修生新生人數有448人 至2015年增加到34114人 2016年,銳減了大約2000人 而來台工取學位的中國新生 人數從2011年的928人 一路攀升到2015年的7813人 今年則減少162人 可以從圖表看出 2016年,來台中國學生首度減少 請問你覺得可能是原因嗎? 可能原因嗎? 我覺得 可能跟學校也有關係吧 跟地區 還有他們自己憧憬的地方 不是說完全沒有學生過來這裡 就是說 可能有更好的選擇 導致說他們不一定想要來中正這個地方 就是跟志願有關吧 就是可能跑到比較好的學校 或者是地區吧 我是覺得可能是原因 可能是因為台灣的學校 他們不想來吧 那對於他們介紹也會有感情嗎? 感受是 其實也沒什麼感受 不過他們就是 上課的風格有些不太一樣 就是可能會比較熱情 或者是 就是他們可能會比較常發問啊 或是滿熱情的 如果是研習生或者訪問生來講的話呢 如果是研習生或者訪問生來講的話呢 我們本來一個學期 大概就有將近兩百個 那一整年下來有 有不到四百 大概將近四百個學生這樣 那可是 政策一改變之後 我們的人數就降 那我們是大概降了三分之一 就是從原來的四百 可能降到三百多 我覺得基本上有兩個因素啦 第一個是政治因素 那第二個是非政治因素 政治因素 我們知道520之後 我們台灣政府有變化 然後蔡政府上來之後 他不再承認所謂的九二共識 政治的大環境有重大的改變 所以說在這個整個大的一個氛圍下面 那中國政府當然認為說 兩岸沒有所謂的共同的政治基礎 所以說他就這個不鼓勵 甚至限制兩岸的所有包含這個官方 和非官方的交流嘛 那陸生來這邊念書 畢業以後不能這個就業 然後也不能參加我們台灣的這個國家考試 那也不能打工 所以說他整個方面的這個限制 就是可能對陸生來講 誘因沒有那麼大 然後再來是我們這邊 台灣的這個健保 雖然說我們中國學生他有那陸健保 但是我們還是要繳一千兩百四十九塊 所以這樣的一個保費可能對陸生 部分的陸生可能認為說他可能會負擔比較大 台灣和中國在兩邊也沒有附設代表處嘛 聯絡的代表處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就沒有一個溝通和聯繫的管道 那所以說可能 而中國學生在這個方面 可能來台灣的這個意願也不高 這部分其實如果是以策略來講 其實很難 因為那個是政策 那是跟政治有關 所以我們這邊 除非我們政府提出新的政策 可是我們政府現在提出來是新南向政策 不是往大陸 是要往越南東南亞國家 那就變成說 如果是以新南向政策來講 就變成我們就是需要去招收東南亞的學生 那這個就變成是外籍學生 就不是陸生 那訪問生的部分 確實是比較難 比較難說在短期之內 這一兩年之內 把這個人數再拉回原來的人數 這個不容易做 因為是政策的關係 也有聽說一些省份它的省台辦的話 是證件上的問題 然後沒有拿到批件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辦理那個來台的證件 所以有一些省份似乎是來不了的 我自己知道就是有江西省 然後它沒有去網上反應過 但是老師說是由於台辦證件拿不到 然後確實是不能來 可是現在主要的問題就是 因為大陸那邊政策的關係 那就變成不是學校不願意 是政府那邊就是台辦 台辦那邊可能就會不准他們過來 那今年發生的狀況就是這樣子 當時是內江西他們說明確說不給批件的時候 然後他們確實是都說什麼都已經激動到哭了的感覺 反正就是說為準備來台灣已經準備很久了 但是突然台灣不給他們 所以就非常傷心 所以這個確實是一個雙方都不太好受的一個結果 像素德科技大學他就主打所謂的他們的那個設計 他們也得過什麼IF大獎 德國紅點大獎 強打他們的那個主打的科系 素德大學他們的招生 他們的策略是很棒的 他們有專人 所謂的一個副校長 專門負責去中國各個省份 去負責招生 而且和他們各個省份 沿海或者是內陸他們有建立很良好的關係 這個對陸生也非常好 每一個系都有一個導師 專門照顧陸生 招受陸生其實他們的成績很好啊 那可不可以讓這個東南亞的學生 甚至全世界的學生都認為說 台灣這個國家是一個非常好的國家 然後各方面學校的這個硬體軟體 都是非常友善的 然後有很多課程可以用英文來開課 這樣子讓別的國家喜歡台灣 我想這個才是最根本的 所以他們現在有幾個做法 大陸我們最近也收到一個學校的來信 就是說因為他們學生送不出來 就不能用這種交換一學期的方式來 所以他們把它改成就是短期的 他們是希望就是來個一個禮拜 然後老師帶著學生一整團過來 然後就是來這邊學習或者交流 那另外一個就是再稍微長一點 兩三個月這樣 那種就是類似實習這樣 那他們是希望說我們可以派人過去 十到十五個人 他們也是十到十五個人 加起來只有二三十個人 那就是二三十個學生 包含大陸的 包含我們國內的 就是一起 那一年是在大陸 一年是在台灣這樣 今年理學院剛去越南回來 然後工學院一月份 就是下個月吧 下個月要去越南 然後台國印尼這樣 所以各個學院會去 大陸這一部分 主要就是因為政策的關係 還有就是人數的限制 導致就是說 老師們去大陸去招生的意願 其實不是很高 他們寧願去東南亞其他國家招生 沒有一種性能關係 其實很難說改變策略啊 就是政策 政策沒有改變 其實它限制就是限制 那之前是先限制一些 跟他們國家的黨部啊 或者是沒有關係的學校 後來就是現在擴大 這邊一擴大 就整個很多學校都包在裡面 全部都不准 那他們不准 我們怎麼去見關係都沒有用 因為他們就說就是 就是台辦不准這樣 兩岸關係急速降溫 未來正式情勢走向 以及來台中國學生 會不會繼續減少 還是未知數 以中生大學為例 從大陸來交換 及訪問的學生 一直遠多於其他地區 若不積極爭取 或尋找新的學生來源 台灣的大學 會損失讓學生 進行文化交流的機會